在波音公司承认737 MAX系列飞机的飞行控制系统存在问题之后 当地时间4号晚结识后 波音飞机软件系统又被媒体爆出存在新的隐患 美国《华盛顿邮报》报道说 波音公司向其证实 他们在软件更新的过程中又发现了另一个问题 新发现的问题与影响金翼和其他飞机控制硬件的软件有关 因此被认为是对飞行安全至关重要的隐患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已经下令让波音对此问题进行修复 美国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丹尼斯·米伦伯格 4号就半年内两架波音737 MAX8型客机坠毁致歉 在米伦伯格看来 两起空难由一系列因素造成 原因之一是波音737 MAX系列客机飞行姿态矫正系统的错误 埃塞航空空难中一名美国遇难者的家属 4号将波音公司告上芝加哥的联邦地区法院 指控波音公司因疏忽重大过失致人死亡 要求做出相应赔偿 在提交给法院的诉状中 原告方称波音公司安装了有缺陷的飞行控制系统 并指责波音公司将立以置于安全之上 5号波音公司表示将从4月中旬开始减少波音737 MAX系列飞机的产量 将从目前每月52架削减至42架 这一调整意味着波音的737 MAX系列飞机的月均产量 将较当前水平减少19% 波音计划减产的消息出来之后 波音股价当天收跌0.99% 波音计划减少19%